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和大家討論 董燕蔥 關於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感應治療 靈道譽記 因為靈道譽記 靈道譽記 現在是第一名的治療 第一名的名字 可以填墊 因為清道義 ASU可能有雜片的問題 說到雜片的問題 其實要清洋蔥 就會說信用卡 就是跟金錢有關的 你朋友來知道 信用卡的問題 要是你資料外洩 我會流口那樣 比如說像 是不是有人會倒刷你的信用卡 就是因為你的資料外洩 倒刷問題就是 因為信用卡還抵抬了 當然有可能 剛才那邊的記者 記者很厲害 連信用卡都寫微塑了 還不是抵抬 當然會抵抬 其實可能會倒刷 另外一個高層次 就是記者是微塑的信用卡 當然記者在記者是 信用卡還不可以抵抬 就像是微塑 然後就 苗 苗將人可以抵抬 就偏過去就倒刷 不過要有個人 個資保護法 保護法 最近做的保護很多 經驗的資料 因為你搬信用卡的時間 你最近要留很詳細的資料 分別的運行分別的對方 不過在那個說法 有他個人資料的時候 他在運行所有的法通 就要打天發本意 沒錯 嗯 所以故事要說 其實我會知道 金融問題 也好信用卡問題 剛才清涼蔥 對清道的原因說 你叫大天發問意說 不要去查謀 不要去勾字 還是清簡單 不過清涼蔥的那件事 其實會利用信用卡 在哪裡去治療 去做一些犯罪的行為 剛才有講到一個 我們都說 叔叔就是安理人 你就可以去 去那個 美容錄的購物網站 去就用信用卡去消費 結果去拿 美容站 無人駭客入侵 結果去買買東西 各種的紮貝金 全部一清除 當然外洩的因爲駭客入侵 入侵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 要給個資外洩 去詐騙集團 一清除買買東西 買買東西 給錢 還要給送信用卡 交付方式 給他一清除 他就要按清除 他在一頂清除 所以他就走了 詐騙 他就相信他 對 相信他 你都會供應 不管那 其他外洩的 也會在海客入侵 各自外洩 都會產生一態的問題 嗯嗯嗯嗯 姑叔 去問他健談 說他 都在個資危機 看他 比如說 踢一段 你怎麼看到 那個名片的交換 不然叫 名片 不然名片 那些 健談 那些 普遍的事情 主持人 他就跟他 名片 來 好 來 拜託 不然名片就像 因為在我們名片的時期 有名字 天發 有天字有天 所以按照 如果按照 有問題就會說 就像律師講的 你那個金庫 多少人的統一 如果說你自己去發名片的時候 雖然說 有親戚的個資 如果 如果那個同意的 你那個統一 怎麼做的就做的 可是如果你是去專門 能收集 砰影的名片 那個時間 轉來 那位置的 資料 按照 就是有親伴到個資了 當然 就 價值法 其實有三個部分 都會說 收集 修信 修信 處理 利用 修信 收集本身 可能不太問題 因為 剛才說到 三位的審法 然後 跟他們 交換名片 一普通的 審法 然後 那些普通 那些 那些 完全 做不得做 這樣 審法 好 完全 這樣 我們看他 給他 拿出來 看他 就輸了 對 對 那些 社會 基本審法 沒有辦法 就 暈走 我告訴你 在 價值法 去台北 一堂 幾天 做不得 做不得 但他另外一條 做得 對 在音樂一條 在公園 在公園 家庭 在 三位 審法 普通的目的 例外 許可的 那些 名片的高分 在做得 我告訴我 主持人 說得 我們 修信 本身 收集本身 是OK的 做不得 濫用 另外一個問題 嗯 要注重 不得 濫用 很不得 因為 一般來說 天一點 就去 王爺 這個時間 有沒有 在教育 青東 做問卷 問卷 就是說 你好 所以你看 那個 不要再 談話 不要再 協會 協會 拜託 你看 跟他 填 問卷 問卷 填 社會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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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什麼 問卷 問卷 就像 主持人 他講 他 一定不 填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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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部分 都會 說 意思是 因為 可能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疲 疲 疲 小禮 嗯 小小 就電路而已 對 你還會說 當然 疲 疲 問卷 那不必 一定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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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得 不過董營他做得沒什麼 孤獨他那些兄弟都在討厭 那些競工他在統一 基本上的時間他做得沒什麼 不過像問卷 你還是要注意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哪有新的 鋸的執法 其實他有求非常嚴重 然後我們採討公園的資料 都要寫他清楚 看他做什麼目的 寫清楚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抽出各個目的都違反 鋸的目的都要寫清楚 下文件也要做什麼用途 寫清楚 普通的以前就全部沒了 以前沒 以前沒 完全沒 所以鋸的沒在寫目的 全部做不到 因為可能寫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說 這個藍衛的那個 寫不清楚號碼 不過我們不是 不是可以寫 不過我們也要購物 我們已經有下文件了 我們有其他全部寫下 意思是我們是要寫的 我們不是寫清楚 因為當然我們 寫日後 寫日後就有可能 不能外寫 我們要用的 這個可能性就更加大 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在 沒有買東西 買東西 那些普遍的事情 你也可以 他說也要送付 也要買海 也要輸 也要輸 也要那個東西 聽錯的問題 你聽錯的先申請帳號 或是你要先入會 變成費額 可是這個是你一定要的 你聽錯的 因為他說沒有的寫 你就沒有法徒遺 鑑片買東西 那這怎麼辦呢 當然只會 除非我們都不會買 沒有生成 總之我們不說 因為現在在廟室買東西 按簡單 按普遍的事情 有清潔的原因 看廟室 每天天都大貴賣 有按度按度按度的東西 那是一種趨勢 那是一種流行的趨勢 不過他最困難 那是不要留 這些資料 有做不到 那請問一下律師 這個個資法的用逸 來規範要是保護這一部分呢 休養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直在強調 這個特定目的 如果我們寫上的帳號 或是做公司的費額 然後 必須留在資料 從那個基礎的問題 做其他的用途 然後普通的問題 那是外流 也會問駭客入侵 問那個優先跟飲食 就去利用了 那單純就寫牆帳號 也會費額 就要反覆他們 沒有問題 因為既然賣東西 不可能改變聯絡 當然要有限的聯絡方式 怎麼會 今天特定目的範圍就一張揚 所以主持人說到一號 都會說 當然要欠責資料進行 是否接受以上條款 對不對 秒錄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要同意 也要勾選 統一 所以你聽說 你勾選統一 那些人沒有勾選 那些人沒有給我 同意 統一 你就沒辦法買了 其實沒辦法 不會到下一步 接受以上的條款 就勾選 勾選而已 這樣實在都害破 全部都停在 畫面都停在 沒錯 所以其實 壓那一種 你跟他講 就是那些 黑暗的基因的資料 不過他有嚇到 親情處 來用這個目的 也就是 不是說實際法 就算那個案件 就讓他會親掌 因為掌掌掌掌掌掌 掌掌掌掌 駕客入侵 同他的資料都拿走 案件還會有危險的 當然主持人說 那麼不錯 多少不掌 因為總會拿個資法 有關新的規定就是 以前 那些個資外界 抽出的損害 以前沒有個資之前 抓的 要先舉證 要先拿到公司舉證 再把網路 網路公務公司舉證 再把公司舉證 舉證全部由 準數的個資法 在採訪 我們主張公司 破壞的年十萬 然後 我們舉證公司 沒有準數的個資法 那一年 總會 個資法都變過來了 變成公司就 先舉證公司 舉證公司 那些資料外洩 有沒有用的意思 對 那我憲政 不過 他全部不準數 全部準數 他沒有過失 這樣他才不是牌 因為以前那些人 以前那些人的資料 本意 要去舉證 是不是 要有證據 要有證據證明 你同的資料外洩 外洩 不過 因為那些 架子法 別人的青年 像律師說的 所以 那些人會去證明 對方的公司 去證明 你看 你看哪一年的資料 不然會做案 擁有同的資料 外洩 是不是 很會說 所以 像跟那些公司 基本上 那些公司 有沒有 這個節目結束高峰 有沒有 會搶這個律師 聽他一些 這些資料 就跟律師講說 律師 有統一嗎 但是有 那些人很會留 這個資料 有清 清仔細 有免 有身分證 省分證 這個號碼 還有添發 還有出自 但是會跟律師說 會證明 會不會 會有舉證 會證明 那些律師 這個資料 做那些用途 還有 還有 這六十年高峰 律師 你可以來查嗎 早點嗎 你可以來問我嗎 謝謝查 早點 各自發財 整天 對啊 整天 我們各國資 家資 跟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用途 甚至 新的發展 所以有求 我們 雖然之前有同意 兩人都沒有同意 有求 我們去刪除 可賺 他 我們去刪除 你 你 怎麼 反對 醫師說 他說 那些會有留資料分譯 但兩名高峰 都會出現後悔 然後就帶來分譯 抱歉 留本他的資料在刪除 你就會刪除 那問題很公意 因為公司做我們的基范 不可以拒絕 那問題很公意 沒錯 那我也是最清楚了解 我們先聊一下 喝一下茶店一下長傳 提交大學